优统银行日前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,他们的权利显著下跌了59% 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过去在美国方面投资了一些结构工具 这个SIV,要做一次拨备,两亿八千万的拨备 我相信这个因素来说也是市场预期在之内的 因为他们过去已经公布了这个方面的投资 我相信这个交香银行对这个永龙银行的收购 也是在进行当中应该对这个收购没有构成太大的压力 相信在未来这个收购也有机会可以顺利进行 应该对这个股东影响也不是很大 在未来呢,要再看到就是这个,从这个合并之后呢 可不可以有这个协同的效益呢? 也是看这个交香银行的未来跟这个永龙银行的合作方面 有没有进一步的可能 请不吝点赞 raft